外交部真的也发了邀请 南华早报按照部署做了报道 消息一出 轩然大波 这件事情习近平的政治对手 吕克强 救助不放 你这是什么情况 这么重大的安排 政治局有没有通过 外交部没办法 只好记者会上一问 马上否认 这件事情的发展的特殊性在于 南华早报深夜更新这个新闻 坚持之前的报道是真实的 告诉大家习近平要连人 如果外交部否认 南华早报不出声了 等于这事就不成立 所以南华早报必须坚持 南华早报的坚持 说明习近平坚持连任的决心和心态 也反映了他在连任过程当中 面临的抵制和挑战 习近平和他的政敌 他们之间的这种角力不仅仅是意识形态 形而上的对抗 而是一招对一招 每件事情上的博弈 寸土不让的争夺 ! 545分钟 10分钟 7分钟 7分钟